这名男子就算他现在后悔为11万 他的妈妈就被他打死了 因为在家里喝酒被妈妈阻止 他一气之下到门外拿一颗石头 回到屋子里面对得妈妈很杂 造成他妈妈失血过多 伤众不治 见识人员来回寻找仔细采集证物 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下一经传人论悲剧 一名男子在家中拿石头活活拔 母亲打死 住在家里蒲子的无姓老妇人 10号晚上看到59岁的儿子又在家喝酒 于是老妇人出言制止 但却引来了儿子不满 随后她到门外拿了一颗石头 就朝着坐在沙发上的母亲不断狠杂 也造成无姓老妇人头部受创 就连当时妇人坐的垫子还留下斑斑血迹 老妇人孙子发现后立刻报警 并有警消送医急救 但还是因为失血过多不治 而老妇人儿子被逮时 精神状况十分不稳定 被警方带回征讯 而警方也要进一步厘清事发原因 但因为喝酒 嫌犯就活活把母亲打死 也让一个家庭瞬间破碎 这张俊永 甲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